錄影 是 錄影 錄影 TV回來了 好 這個是Kids Concept 不是另一間 這間是出 變形的Marcos 玩具 又出人物 對上 1比72 VF 可以變成的 就是這個 Q版不是這個 Q版好像也有 Q版也是這個 但是1比12 或1比6的駕駛艙 就不是這個 但你攪電玩也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也出了1比12 是同一個 就是這個 Robotech 入面的Marcos Saga 所以它也有Marcos 日文 標籤 是 過鐘 很複雜的 法律問題 真的沒有問我 這次又出了 但用另一個造型 是經典的 奇普造型 很有趣 這個英文 我剛才看到也很搞笑 Lin Min Mei in Chang 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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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Lin Min Mei in Kay Po 而是Lin Min Mei in Chang Sam 話說 其實當年 超總要賽 這個 講過多次 其實當初 是有一條輝 和祖賴美沙的愛情故事 最早的概念是子弟戀 一直都沒有這個林 Min Mei的角色 是啊 話說有一天 秘書本成賢去吃中餐的時候 就吊了一個公仔 所以最早的概念是穿著旗袍 吊了一個公仔之後 秘書本成賢去 我相信都是這個髮型 最主要是穿著旗袍捧餐 他們的概念是浮在羽閘的小城市 一個新市真 照近那群軍人 他們下班之後 好像美國那些催劇一樣 通常有一個餐廳 被他們墜腳 一號黃庭也是 他不是在打官司的時候 他們說 最近你又溝了女兒 說來聽聽 整群朋友吹嘴 不如說他們是一間中餐館的吹嘴 最初那一間公仔的時候 其實林 Min Mei只是那間中餐館的 侍應 後來發展到 你又說一句 我又說一句 最初就變成這個過忌 所以這個旗袍是挺有意義的 因為就是林 Min Mei的起點 好了 那公仔是怎樣的 公仔之前玩過林 Min Mei 美生 尼廢 都知道 比較接近Figma的關節 或者是水平 而見到它附送是有極多的表情和手型 現在共有六個表情 可能要移動一點 給一點時間 Ricky 移動一點 換裝 簡單 拔了前面的頭髮 然後放上臉 就可以了 它有兩個髮型 它有長髮 還有長髮 還有本身的長髮 還有這種中華風的春麗頭 可能要收細一點的光圈 你知不知道 收細一點的光圈 就不會太爆 我始終覺得它給這麼多個表情是很發心的 但是它的表情通常分別不夠大 微調 都是微調 分別很少 很穩固 隨便附送 還有一碗中華拉麵 有兩塊火腿 有兩個彈 這件旗袍 看外觀也挺有趣 因為它的裙子放在下面 有暗花 後面也有 前面也有 後面也有 印象中本身設計好像沒有 對 而這個高叉 都可以露出它的長腿 何止長腿 對 很多東西露出了 高叉很高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買回家 慢慢欣賞 現在做出的 都是經典型品樣 我們可以試一下換下頭髮 好 我覺得它的裙子 很適合男性玩家的口味 老老實實說 而且 認真說一句 始終是塑膠玩具 那條裙子 很阻礙到可動性 裙子放到這麼高 其實都有幫助 放一些姿勢的時候 你的自由度更大 我昨天見到 在Facebook也有人 將它騎在電餐車上面 都騎到 就是一些綿樣仔 都叫做擺到 因為起碼裙子 讓你的腳可以抹大一點 可滿性 除了純粹是滿足男性的 Mail Gates 現在流行說 男性刑事之外 其實玩起來都比較方便 如果用了長頭髮 就好像 用這個地圖 差一點 因為它的長頭髮 會頂住了剛剛夾腰的位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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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長頭髮也挺有趣 對 很有動感 對 現在換了一個長頭髮的樣子 看到長頭髮的背面 很有動感 對 不知道它之前 我印象中之前的版本 頭髮好像沒有這個 好像沒有這個 這麼飄逸的造型 這個飄逸造型很棒 對 只是普通淨化的 對 對 這個飄逸造型很漂亮 我的頭髮 不知道可不可以 和之前的玩 可以捧槍 捧住 可能要少許補貼用膠 它有點平手 現在就不換 有的觀眾要求 張少少要求春麗船風腿 哈哈哈哈 你別說 故事裡面好像有拍過功夫片 不過好像打過不是他 是啊 林介生 那些關節的鬆緊度如何 可以的 但手就大約去到九十左右 現在的關節 基本的動作都可以做到的 我很喜歡 張少少說麻煩 春麗船風腿 哈哈哈 腳的關節 最多去到九十左右 由於這個裙靠的軟膠 但是未必扭到一個很好的形態給大家 因為始終都會露出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大家就意會一下它的可動性 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我想問下盤有沒有可以扭動 下盤呢 下盤呢 其實我的右腳可以離開整個裙靠 不妨礙情況之下伸出來 它可以扭動這麼多 但是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有沒有可以扭動 在裙靠下面有沒有可以扭動 嗯 都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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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變成都 對 對 其中的裙靠是這個公仔的設計 做這一類型產品的阻礙 沒有辦法 這個裙靠就要用少許心機留下造型 才配合坐姿 我記得之前 譬如Figma出了 哥姆拉的亞美女 它會給了一個FIX的下身 是 除了可動之外 它還會給了一個坐姿的下身 整條腰緩 但這個也有困難 因為它這件衣服都見過 沒有辦法 現在這個旗譜 本身不是很適合做這一種產品 它只不過是 都比脈 因為始終是一個很經典的造型 我仍然都很欣賞這次的說明書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都有情懷 至於面相方面 就是一貫水準 也不算太差 也不算太好 因為始終它 以我理解 其實它這個 它也是跟回Robotech的 它那個 設計藍圖 根本上不是美傳本呈賢那個 是翻滑的 本身它可能要尊重它 別人的chart 就會跟回它的造型 那個面相多些 我覺得它的平衡也算是這樣的 你說我給分 就7分半 面相可以 好過之前的明美 始終我覺得是可以再好些 因為始終它不是美傳本呈賢 那個version 這個version 這個version 比較划算 你可以多一個頭 如果配到一些 它有兩個前壓 頭髮都不同 前兩個陰 給你 挺好的 你可以把頭 陷入其他玩具 一起畫到更好 你要那裡 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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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調整嗎 我未見到 OK OK 這樣也挺划算 手掌也挺划算 如果大家對超時空有趣 就不同 國大玩具的工資 這個頭髮很漂亮 不過它應該沒有拉伸出電影版 因為它這個頭髮很有電影版的感覺 還有兩條外眸 對 我喜歡這個髮型 後面長 這個很漂亮 我給大家看看後面 這個很有感覺 你剛擺放 這個姿勢很漂亮 我在電話看到這個姿勢 插圖 好 簡單介紹到這裡 稍後再見